经常看书的人和不看书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有这样一位网友的回答案 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他说我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花了两年的时间读了一遍《资质通鉴》 后来又通读了几遍《毛选》 以及邓弓的一些书籍 看这些经典著作伟人作品 对于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 毫不夸张地说 从这几本书里 我能读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年轻人都读历史 对未来的人生选择是有很大帮助的 记住选择大于努力 有人付出的努力就是努力 有人付出的努力就只是体力 这就是为什么会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之下 差距拉开的本质 比如我的一个朋友读了《明史》 他就会把明朝276年的历史 每年每个月发生了什么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如何发展演化的 他们的少年青年时代 都是怎么去攀登的 都了解的一听二处 看到历史书多了 就会总结出一些历史 都是周期和循环的道理 并从中总结出人性 抉择命运历史背景 最后你可以获得推演未来的力量 不断地阅读就对了 你会发现 古往今来的人物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方畅霸我登场 你也能从中推演出 你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以及你要去哪里发展 你要完成什么任务 未来是什么等等 读完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步行万里路不如月人无数 当你行不了万里路 也月人有数 那么想要提升自己 那就只能多看几本书了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 我只知道我喜欢和那些 经常看书的人在一起聊天 大家都有独立的思想 相互碰撞 彼此都有收获 我和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在一起啊 我会觉得我只是一个 不断输出我知识想法的人 然后每个人都是一言不发地 瞪大眼睛看着我一个人 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好 口袋是空的 脑袋也是空的 这是最可悲的事情 事实上呢 我一度怀疑过阅读的意义 曾经呢 我也有过一段低谷期 我每天至少去读一个小时 有时一天三到四个小时 我一直相信阅读会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 让我变得越来越强大 可是然后我发现 我似乎读书只是为了逃避社交和生活 所以我通过阅读去麻痹我自己 生活依旧没有变得越来越好 问题依然还是存在 我听过这么一句有启发性的话 如果你因为阅读而耽误了正事 那么阅读就是玩物丧志 你读的书越多 在阅读和了解大量世界情况后啊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独 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 于是我后来试图不再读书 后来我深深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 都对读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好像读书呢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 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 如果没有养成读书的爱好 似乎就是一种罪过 但是我真的怀疑读书真的能改变生活吗 在低谷期的三四个月里啊 我读了近二十本经典小说 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和沟通学 我每天都被书中大量的知识所包围 去无休止地分析自己 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 后来呢我终于跳了出来 在当今的世界我一直坚信 读书是最低成本和无数优秀的人 思想对话的方式 同时啊我们也更应该出去去看看世界 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 就像西达多中所说 知识可以传授但智慧不难 读书教会了我们思考 形成了认知方法和认知视角 但智慧需要自己领读 也就是在大量的阅读的基础上啊 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 然后把理论和时间结合起来 话读书啊 当成一种辅助工具 去枯ri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着 오후 Sonraki